在昨天下午台中街头传出了枪响 有一名胡姓男子呢 他载着女朋友从西屯一间汽车旅馆离开 范贤开车追撞并且朝车内连开两枪 造成胡姓男子的左膝还有右脚踝受伤 不过他没有留在台中就医 反而是忍痛直奔台北 警方怀疑这内幕另有引擎 而嫌犯呢则是相当诡异的 带着作案工具到了新店分局来投案 详细的开枪动机警方还要厘清 何姓男子被靠上手了脚靠 警方一左一右将人压接上车 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下朝另一名胡姓男子开枪 事发在台中西屯区 当时胡姓男子和女友从汽车旅馆退房 嫌犯一路尾随在市镇南一路和河南路口 制造假车祸连开两枪 造成胡姓男子左膝汗右脚踝受伤 初步的了解双方军住居在活动新北地区 彼此互有认识 河南在女友陪同下返回北部就医 何姓犯贤开枪后自知南投罚网 带着作案用的枪支子弹返回新店分局投案 而受伤的胡姓男子没有留在台中就医 放任人痛直奔台北 也被警方怀疑似乎并不单纯 因被害人位在台中就医 却直返北部 显见上有引擎 那将范贤押解到台中后 进一步厘清案情及背后的动机 由于范贤尚未抵达台中 被害人也还在医院观察 是感情糾纷或是另有引擎 开枪动机警方还要调查厘清 记者文费刘瀚伟徐凯迪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